阳台倾斜 铁窗 野德秀石 这栋无辜海沙屋60位住户 只有3户不愿意都更 却这样整整拖了20年 现在新北市府寄出新法 要来对付这些定子户 再看一次惊险瞬间 这是去年海沙屋阳台从天崩落 但不同一户不想都更 理由千奇百怪 有一位不同一户 先把房屋腾空 他就有一些祖先牌位要安置 都特别去借钱 不过从空拍镜头来看 满目疮痍的家真的不能再住了 新北市府最快7月 也要上路一项代差草案 未来只要8成以上住户 同意都更 就可针对剩下20%的不同一户 向市府申请代差 特别是海沙屋等围楼 协商两次后 即便住户仍不同意 市府也会在两个月 只半年内强制拆除 当然高兴 這棟房子 幾個就落在 氣壞壞壞掉 會怕人 可能有時候也蠻危險的 還是希望有改進 周邊住戶滿心歡喜 市府也看好 新北境內70萬戶老屋 都更能更加速 會由我們承鄉局指派3到5人 那另外呢 使使者一人 以及這個不同一戶一人 那總共5人會進行再協調 但協調再協調 還是有人不滿意 去年板橋證明老翁 儘管建商要用兩戶 來換他7坪的地 他依然嫌不夠 甚至爬上屋頂 看來不管是為了利益糾紛 還是情感考量 政府與其硬起來 還是得軟硬兼施 東森財經新聞 六州和坤原 台北採訪報導